當時我收到一個信息 劇剛才開 斬左手斬右手 我沒有跟別人說過 即是說你吵架 那是否時淡而過 劇剛才開怎麼辦 即是高層聲的信息 我不告訴你是誰 總之我收到這個信息 我覺得公司處理這件事非常好 沒有威逼的任何人 沒有壓逼的任何人 我自己去看 我自己去看 沒有壓力的 沒有逼過你 沒有叫你來 消費 60歲之心藝人阮琴丹 入行多年 演過不少深入民心的影視作品 成功塑造了多個經典角色 譬如封神榜的欣十亮 唐伯虎點秋香的石柳者等等 不過最近他突然宣佈 暫遍幕前不拍戲 想著全力主攻內地直播帶貨 理由是 他認為做演員太被動 而做直播帶貨的收入更加何觀 日前他接受專訪 大方分享自己入行以來的經歷 說到當年拍街大歡喜的時候 曾經被傳與同劇的兩位女演員鬧不和 阮琴丹經爆收到公司高層信息問 這套劇才剛開始 斬左手還是斬右手呢 有指這件事當時令到阮琴丹飽受情緒困擾 每天開工時都忍不住以淚洗臉 甚至一度萌生想退出娛樂圈的念頭 不過經一事掌一致 最後他學會了退一步海闊天空 選擇委屈自己成全大告 好等劇集順利完成拍攝 時隔多年往事重提 阮琴丹依然履歷在目 他感嘆個人的不開心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可以令到整件事變得更好